殿下 该走了 风幽子的目光略过风云无际 叹息一声 随后抓住幽若公主的手腕 一边侧过身 走向山下 一边看向幽若公主 幽若真的不想做组长 耳畔传来幽若公主柔柔却却 极不可闻的声音 风云无际的心中一颤 却始终没有出口挽留 幽若公主是被风幽子拖走了 连带数月以来 一直盘横在剑阁崖下的一干风足 也终于退得是干干净净 剑阁一时又变得空空荡荡 不管愿不愿意 有些事你总得去做 唉 叹息一声 风云无际仰手向天 深邃的目光似看向无尽的远方深处 吸纳了风尊化形后 半数的精神力量 风云无际感觉身体乃至意识 产生了一丝奇异的变化 编在山崖上 天空一片阴云 但在风云无际看到的世界里 没有阴云 只有一片浩浩荡荡的虚空 那黑暗的虚空里 一颗诡异的赤红色星辰 正划破层层空间 向着太古急射而来 黑暗的更深处 八颗色泽各异 气息各不相同 或诡异或暴力或阴邪或血腥 关于九星 在太古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 但毫无疑问 都是与黑暗相生 九星连出之日 黑暗之门洞开 一个喃喃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正是独孤求败的声音 你也感觉到了 风云无际没有回头 依旧望着天空 漠然道 我修炼的是无极之道 与宇宙息息相关 独孤求败淡淡道 同时慢慢走过来 在风云无际的身边站定 九星要连出了 一个月后 九星第一星将会降临太古 到时通往混沌之海的大门 必将打开 风云无际缓缓道 届时 恐怕有大批牛鬼蛇神 会赶往那里 在风足乱世之时 没有出现的一些隐藏高手 恐怕也会一一出现 嗯 我也有这种感觉 独孤求败 露出一抹忧虑的神色 神器 恐怕吸引的 不只是我们人族 既是神器 又以混沌为号 开口 肯定不止太古一处 风云无际沉引道 目光 由苍穹收回 露出思索的神色 魔族既是已经走进了太古 我们也不妨去见见魔族那些强者 此次九星连珠 正是这最好的机会 你 已经确定了吗 此行 势在必行 风云无际转过身 看着独孤求败 我明白了 到时 我和西门 会和你一起去的 风云无际点了点头 目光略过远处 一头白衣白雪 面色冷峻的西门吹雪 捧剑而立 站立在间隔的大门处 我有些好奇 风云无际缓缓道 九星连珠也不是第一次了 如果没有推断错的话 每次混沌之海大开 必是三方之人及其 这么多高手 极其争夺 这号称能控制时间的神器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神器 依然安静地躺于混沌之海 这 独孤求败的身躯一颤 若有所悟到 你是说 其中 必有古怪 风云无际 斩钉截铁道 所以 此行 必不太平 你 我 西门兄 再加上泰玄师兄 足矣 武功太低 去了 风云无际的声音 嘎人而止 几乎是同时 独孤求败也抬起头来 看着远处 我们有客人来了 风云无际平静道 地平线下一阵狂风 卷着浓浓的黑云 蜂涌而来 乌云之中 万道闪电 穿梭其中 霹雳之声连绵不绝 只是眨眼之间 那股阴云 阔制剑阁鞋上方的苍穹 阴影将近般的剑域 笼入其中 剑神风云无际何在 一个雄厚的声音 从地平线下 喷拨而出 声音如雷势 直自 苍穹顶端后 又向着四方滚滚而去 如巨木压骨 风云无际的瞳孔 猛然收缩 目光穿过重重的阴云 直刺入黑暗深处 地平线下 一个劈头散法 着一身宽大灰山的男子 双手一展 如大笋一般 则地面拔起 身躯拔起了数十丈后 默然 碎成了万道电流 融入那茫茫的乌云之中 塌塌 乌云卷动 眨眼之间 蓬勃的大雨 便自那厚厚的云层之中 清晰而下 片刻 就在地面上 积累了一层白花花的水浪 一缕进风吹过 卷取几丝雨雾 雨雾之后 白衣直剑的西门吹雪 引然在风云无际的身盘站定 右手握剑 一缕剑气 从剑鞘之中拔出 将土未土 一缕神石 已然破空而出 风云无际的衣袖古道 右手自袖中闪电般伸出 握住了西门吹雪的手臂 西门 站且 不要动手 西门吹雪 闻言 寂静微松 从剑鞘中迸逝而出 那吞吐不定的一团剑盲 傅佑 没入到剑鞘之中 本作便是 来者何人 风云无际沉声道 平淡之中 只有一股霸气 时间久了 风云无际身上 初识并不显露的 那种高位者的霸气 也渐渐浓厚起来 雷渊居士 噼里啪啦 满天的电花乱窜 一道道 有如溪水一般的闪电 从四面的云层中 倒举而下 没入一点 暴射出万道琢目的光芒 直如 笛落山间的烈日 光滑出现得快 脸缺得也快 磅礴大雨之中 一身轻衣 面容古朴而刚毅的雷渊居士 凌空踏步 身体微轻 出现在剑狱三主身前的悬崖上方 雷渊居士 风云无际迅速在脑海中搜索这个名字 最后 蚕尸这个名字浮现出来 你是蚕尸之师 是吧 雷渊居士淡然道 平和中 自有一种威严 老夫那不孝弟子 悄悄把我玉雷挤偷走 此番 老夫才不得不由万雷渊出山 西门吹雪的眉头微皱 握着长剑剑身的左手 五指不由紧了紧 独孤求败 也是有些不悦的皱着皱眉头 未然叹息心里面道 哎呀 这平息了才多久啊 看来 剑狱还真难以平静啊 风云无际的神色不变 平静地看着雷渊居士淡淡道 不知雷渊居士之意到底若何 这番话不一再说 你来这里是想战呢 亦或是想和呀 雷渊居士闻言 蝉眉微微动了动 其道 不知剑神此言何意 老夫曾听闻 剑狱之主乃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强者 莫非 阁下想吞了老夫的玉雷几不成 雷渊居士此话一出 风云无际立之 双方必是产生了误会 根本牛头不对马尾呀 居士此来只是为了那玉雷几 风云无际惊诧道 雷渊居士初始一愣 继而露出恍然的神色 笑道 哈哈 那玉雷几本是老夫贴身之用 老夫有半数能力 还得靠那玉雷几才能施展出来 不料 十五年前 被老夫那也判出师门的不孝子弟 偷偷带了出去 他功力尚前 不足以使用此物 我本也不在意 只因我与那玉雷几之间 互有感应 这逆徒就算拿走 老夫才有方法拿回 不料 之后不久 老夫突然失去了 与那玉雷几的感应 这才着急 从那大光明王 杨尊处 老夫才知道 那逆徒拿了老夫的玉雷几 来对付剑神 被剑狱之主夺了去 实在是惭愧呀 老夫教徒无方 已自此事端 不知剑神 可否将那玉雷几 交由老夫 他日 老夫必有所报 事情的转变 急剧的戏剧性 风云无忌斗已经准备好 进行一场恶战 即便如今对于内战 他已经相当厌烦了 你跟我来吧 风云无忌开口道 说吧 一拂袖 转身 大步向剑阁内走去 独孤求败 与西门吹雪 两人面面相去 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相继 转过身去 雷渊君是 微微一恶 随后 反应过来 大手一挥 那满天的乌云 与倾斜而下的密集大雨 便自消失的无影无踪 如同 从未出现过一般 陈阴片刻 雷渊君事 如大鸟一般刺 空中滑落 没入 间隔之中 玉雷己 风云无忌研究许久 也未曾看出什么来 之后便渐渐地淡忘 直至率领整个剑阅弟子 破空而去 便将这玉雷己 加了层封印 依旧保存在原处 却没想到 这件事物 似乎对这雷渊君事 非常重要 嘎吱 轻轻地揭开 剑阁方桌前的地板 风云无忌 从暗阁之中 取出那柄 一丈多长 通体漆黑 有着镂空图腾的 玉雷己 雷渊君事 看到这柄玉雷己的时候 汗下的两缕黑须 不由地抖动起来 显得颇为激动 没错 就是它 老夫已经找了它好久了 说吧 双手便伸向那柄 沉重的玉雷己 风云无忌也不在意 在长脊上轻轻一抹 除去那层浸质 便递向了 雷渊君事 进至除去 捕鱼落入雷渊君事 布满了掌纹的双手 那玉雷己 通体爆射出 一阵黑色的光芒 光芒之中 顺着那暗金的纹路 一道道拇指粗的 紫黑雷电 闪烁着批八作响 一条条又急柄 尽数 没入雷渊君事的体内 滋滋的雷电声 充斥在剑阁之中 风声鼓道 漠然只听一声清明 从雷渊君事体内 一道灰暗的光照 扩散而出 将雷渊君事 整个包裹其中 变得模糊起来 噼里啪啦 万雷奇响 光照之内 一道道粗大的紫雷 扩展至光照的表面 乍一看 如同一块块血肉一般 那紫色的雷电 仿若在血肉中的经脉 剑阁之中 三人微微动容 那粗大的紫雷中 所蕴含的恐怖毁灭力量 非常惊人 若非那灰色领域的束缚 风云无际毫不怀疑 这些雷电的能力 一旦释放出来 整个剑域都将毁于一旦 阴暗的剑阁内 风云无际长身而立 衣袍无风自动 如星辰般璀璨的眼眸上 倒映着 身陷领域之中的雷渊君事 与那感御雷急 那灰暗领域突然收缩 雷渊君事的身形 附有出现在剑阁之中 没错 就是它了 过段时间 老夫还要往其中 灌入新的能量 你是修法者 风云无际的眼眸一开一合 突然道 不错 听闻剑神 非常年轻 没想到 连这等隐晦也知道 连渊君事微微一愣 随即点了点头 那是领域是吧 风云无际向前迈出了数步 一手指向了御雷急 虽是疑问 实则是肯定道 嗯 连渊君事有些不安的点点头 同时全身戒备的看着风云无际三人 不料风云无际反倒沉默起来 树里长发从额上落下 静静地飘荡 长发下 一双眼眸露出了思索的神色 没有人能比风云无际 对于修法者与修武者之间的 严格界限更清楚了 法武兼备 不是不可能 风云无际想起当初 自己因为肉体崩溃 体无涓滴真气 不得已才转型法术 最后 正是因为体外经脉的创造成型 加之意念间体大法的神奥玄奇 与法术之道有共通之处 方才跨越了法武界限 但公正地来说 自己仍旧是属于武道的 而雷云居士 作为一个法术者 却同时具备了领域 这其中的意味 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 风云无际突然提出一个 让雷云居士大惊失色的请求 风云无际提出这个要求 便是西门吹雪与独孤求败 也都抬头看向他 显然 这个主意 风云无际是临时做出的 老夫生性散漫 不惜受人约束 对于加入任何一方 都没有兴趣 雷云居士沉声道 老夫说过 日后必有所报 自然会做到 但要想老夫向人低头成臣 却是做不到的 说吧 衣袖一服便不悦地向外走去 我并非是让你臣服于我 也无想要拘束于你 风云无际看着雷云居士向大门走去的背影 并未阻拦 在这里 没有人是为了自己 哦 雷云居士脚下微致 声音中带着特殊的意味 此话当真 一到神石 从风云无际的体内破空而出 直射向雷云居士的意识海 雷云居士大惊 你 但却并没有感受到一丝恶意 或者别的意图 脑中划过剑神在太古的声望 雷云居士不由一迟疑 只知一迟疑风云无际的神石 便已进入到雷云居士的脑海之中 在意识海外围留下一个精神烙印 便自退去 下一刻 大量的信息涌入到雷云居士的脑海之中 从初时与魔界王子相逢 到建立剑狱的初衷 再到第一分神传来魔界的信息 再到由于这场混乱之中 察觉到的太古危机 一系列的信息 原原本本 没有经过任何改动的 传至雷云居士的脑海之中 省殿 已经被魔族入侵了 雷云居士默然转过身内 那一双原本平静的双眸之中 泛起了波澜 风云无际点了点头 现在 你明白我为什么说 你 并不是为谁服务 臣服于谁了吧 即便我能力再大 也是独木难称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这关系到太古 以及所有未面人类 能否继续存活下去 我希望 得到一切 尽可能的帮助 风云无际开口道 现在 前辈 你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吗 雷云居士沉默半声道 你 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再决定是否加入我们吧 风云无际瞥了一眼雷云居士 随后大步走出 身后 独孤求败 与西门吹雪 紧紧相随 剑阁前 风云无际站立崖上 迎风而立 右手在身前的虚空中平身 叮铃铃 剑铭之声不绝于耳 浩浩虚空之中 以风云无际为中心 密密麻麻的灼白剑影 排成了一圈又一圈 远远的铺沉开去